今年 TV SO Eisy 桃圆 好味道 我是主持人 Eva 今天我們要來桃園特餐 好吃的美食 當然我們也請到了世界級的旅遊美食達人C.C. 嗨 C.C.嗨 C.我們大家都知道妳旅遊這麼多的地方 是不是呢 有沒有想要跟我講比較特別還是最近剛去的地方 最近剛去日本 日本 對 日本的食物超好吃 有什麼有什麼 趕快說一下好餓 吃了壽司 生片 生片一定要吃的 還有那時候當地人跟我說一定要吃一個叫Takoyaki Takoyaki Takoyaki是 章魚燒 喔章魚燒耶 還有一個我覺得妳應該也會喜歡 怎麼說 拉麵 拉麵 想要拉麵 那個拉麵嗎 就是要一直吃的那個拉麵 因為他們那邊的拉麵湯超級猛 真的喔 那說到拉麵啊 因為拉麵有好多好多款什麼地獄拉麵 對對對 藝蘭拉麵什麼 我記得有一個蠻特別的叫做Chambo Chambo拉麵妳有沒有聽過 我跟妳說剛剛好 我前兩天就有人告訴我說 因為特別有網友寫信告訴我 一定要來到中原 真的假的 因為中原有非常道地的Chambo拉麵 真的假的 我想說來中原都是來上課來演講的 怎麼會有拉麵可以吃 你有所不值是道地的Chambo拉麵喔 所以我可以吃拉麵嗎 當然 想要一發帶妳去吃嗎 我現在已經肚子餓了 我們趕快去找一下Chambo拉麵 走 好餓喔 超餓喔 好餓喔 哇好想趕快點喔 全部都點一份好嗎 欸我們剛剛還有提到說一定要來吃的是 強棒拉麵 沒錯 強棒拉麵到底是什麼啊 強棒拉麵的話 我們是採用我們的里山高麗燦 直接大火線炒這個部分 以及我們的豬五花 那它油脂分布會比較均勻 那我要這個 那我要這個 好欸 那詩詩妳有沒有想要 我想要吃辣一點的 辣一點 地獄拉麵嗎 地獄拉麵看起來不錯欸 那地獄拉麵的話我們就是採用我們自己特製的這個辣醬 那以及高湯直接下去沖入 對 那所以吃起來會有香辣的感覺 那除了這兩個拉麵有沒有比較推薦呢 我們近期之後會推出一個新的產品叫肉芋麵 那肉的話就是指叉燒肉這個部分 玉的話就是指玉子 半熟玉子 黃金蛋這個部分 我超愛吃黃金蛋的 我可以先order一個嗎 那所以它的份量的話 基本上就是會比較大分量 因為畢竟妳在強調肉芋這樣 因為畢竟妳在強調肉芋這樣 一起炫耀麵 炫耀麵 好沒有問題 還有還有這個 這個 還有這個 還有這一頁的全部的這個 然後還有這一個 好 哇好特別喔 我好像把全部都點完了 原期麵屋拉麵技術師成日本 走九州風味 老闆堅持以大鼓連續熬煮 展現濃厚不油膩的湯頭 他們希望透過雙手 用心製作出一份份幸福溫暖的食物 哇CC我們的強棒 來了來了 對不起 對啊 而且我們還邀請到Anderson 來幫我們介紹一下強棒拉麵 那我們的強棒的話 主要其實就可以看到我們的特色 就是我們強調在我們肉片的部分 對啊 你看馬上CC迫不及待就先夾了 那我就想吃了 趕快來先吃一下 而且這個高麗菜看起來也太棒了吧 這個高麗菜的部分 我們是採用我們的梨山高麗菜 它吃起來比較香脆香甜的部分 超級脆的耶 OK 你們有吃到嗎 你們有吃到嗎 很好 清脆的聲音 我想吃吃看這個燒肉 剛剛說這個燒肉它是用什麼 我們用我們的炭燒醬 這是我們獨門配方 那下去師傅大火快炒而呈現的 所以它吃起來會有那種烤肉的味道 很像在吃烤肉店的那種烤肉耶 對 沒錯 而且啊 你們知道拉麵最重要的一定就是什麼 湯頭 湯頭啊 真的很專業 這是湯頭 對啊 我們趕快來喝喝看 到底這個湯 可不可以來幫我介紹一下裡面 是用什麼樣子去做熬煮的 我們的湯頭的話 我們就是裡面會有放蛤蜊這個部分 蛤蜊耶 所以它會呈現這個海鮮的味道 所以是海陸大種類的感覺 對 沒錯 沒錯 很鮮甜耶 對 它裡面的話都還可以夾得到蛤蜊 對 所以我想問一下說 牆蚌其實主推的是我們的青菜是炒過的對不對 對 沒錯 我們說是現炒的部分 然後肉的部分 也是現炒的 對 所以牆蚌的原因是因為它的料都是用現炒的 對 沒錯 所以現炒的搭配原本 因為原本以為拉麵食就是湯啊 湯加麵這樣 沒有 這個部分的話都是我們炒的 現炒的部分 這樣你就等不及來吃吃看你的麵啦 所以這個肉是什麼肉啊 我們是蘇五花 它油脂的分部會比較均勻 對 所以吃起來的口感上就不會那麼的乾脆 你有沒有看到這個麵超Q彈的 抬到出來了 而且我想要知道一下說這個肉它上面到底是什麼醬 它就比較特別的 聞起來好香喔 對 特製獨門的那個炭燒醬 對 吃起來會有那個烤肉的味道 對 超好吃的 好像來到燒肉店一樣 對 所以是吃拉麵 你還可以吃到燒肉的感覺 雙重香 所以剛剛CC吃了你覺得怎麼樣 我覺得超好吃 而且我覺得高麗菜在湯裡面加還可以這麼脆 代表他們在 剛剛說強棒是用炒的嘛 對 所以在炒的時候 保留那個水分 肉汁也非常非常鮮美 一切都在裡面耶 好好吃喔 整個甜度都在裡面了 說到這裡啊 這麼多好吃的我們的強棒拉麵 是不是還要告訴我們 剛剛你有跟我強推的一個是什麼 因為我們下一個 之後會新推出一個叫肉浴麵 肉浴麵 對 沒錯 CC幫我把它拿過來快點 哇 肉浴耶 超多肉 什麼是肉浴啊 那肉浴的部分其實就是在強調我們的插燒肉這個部分 對 那我們插上肉其實都可以看到都是採用我們的豬五花 油脂分布比較均勻 所以每一片肉上面 對 它都會有油脂 有看得到 對 沒錯 剛剛講到肉這麼厲害啊 而且呢 你剛剛跟我說的肉浴肉浴 所以是有浴脂 對 沒錯 浴脂的話就是只有我們半熟蛋這個地方 半熟蛋 對 溫泉蛋 好美喔 中間的蛋黃超嫩的 那它的話就是最後我們製成的過程 我們會再泡一下滷汁 讓它比較有甜味的那種感覺 那外面會有點上色的感覺 對 沒錯 那這個部分的話 我們湯頭是採用雜黃那邊的那個 特製的 日本雜黃 對 日本雜黃的地方 不一樣耶 其實我對拉麵的印象都是湯頭非常非常的鹹 有它就很明顯的就是有感覺出比較鹹一點 然後那個鮮甜好像就比較沒有那麼多 因為它就不是用蛤蜊下去 對 沒錯 它會沒有海鮮的那個鮮甜味 對 因為它這個部分的話就是跟那個部分不太一樣 還有跟剛剛有高麗菜啊海鮮 就是各式各樣的口味都在裡面 那這個單純就是像肉跟那個玉子燒 對 沒錯 而且其實呢這一款就是要讓大家大口吃肉的 鏡頭看一下 你看這個叉燒肉 哇 而且它的那個油花的分布 對 這是採用我們的豬五花 所以它油脂分布是比較均勻的 你有吃到嗎 嗯 是不是很嫩 超級嫩的 好厲害 因為它這個整圈啊 大家都覺得肉肉會柴柴的 對 大家覺得肉會柴 可是沒有 它還是很濕度夠以外啊 它外面因為它有油花的關係 對 所以吃起來是很嫩的 還有還有它的麵也跟人家不一樣 拉麵不一樣 對 沒錯 要粗一點 對 沒錯 這個的話是我們肉浴麵的 我們新產品的話 我們麵的部分 我們採用粗麵這個部分 喔 那吃起來的話 口感上面會比較有嚼勁 好 我來吃一下 好好吃喔 你知道嗎 Eva 吃拉麵就是要一口吸 喔 原來是這樣 超好吃 而且那個嚼勁 跟我們剛剛的長飯好像不太一樣 它比較粗細膩 然後比較有嚼勁 所以呢 就在我們吃完長飯跟肉浴之後 哇 CC 你的地獄拉麵 地獄拉麵 而且你看這個肉片 超大片耶 哇 趕快給大家來看一下 想不想要吃啊 超大片的耶 我想拿來比較一下 它好像跟我的臉超過大 你的臉一樣大大 插燒 哇 所以這個插燒一定有大有來頭吧 對 那這個的插燒部分是 採用我們豬的前腿肉 那下去製作的 對 那製作過程的話 我們會經由按摩這個部分 然後對 再醃製七天的過程 馬殺雞過的豬肉 對 沒錯 所以它吃起來的嚼勁 對 應該會有吃到那個嚼勁 有耶 而且它的油花也是分辨的滿均勻 所以肉也非常非常鮮 對 它前腿肉的部分 它油脂的部分會比較少 不像我們剛剛的插燒這個五花的部分 對 所以它吃起來的話 它是比較著重在嚼勁這個部分 對 沒錯 哇 豆腐耶 好像看到黃金黃金色的豆腐耶 我筷子已經拿起來了 看起來就真的很想吃 趕快先試一下 我覺得其實有一個問題想先問Anderson 你們有沒有覺得它這個皮好像比較不一樣 它的顏色 它的顏色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來給大家看一下 有沒有覺得它的顏色 因為平常大家都只有金黃色對不對 但它還有一點一點的 這是什麼啊 沒錯 這個的話我們酥皮豆腐的話 是用我們特製的酥皮粉 那上面看到剛剛Eva講到的那個紅色 它其實是七味粉 對 然後這樣調成的 所以它吃起來其實會有一點辣辣的感覺 所以你說豆腐本身裡面就有七味粉 對 沒錯 它裹的那個皮 我知道 你愛吃什麼 真的是外酥內軟耶 對啊 而且這個裡面 到底 它們選用什麼樣比較特別的雞蛋嗎 我們的豆腐的話都是選用我們的綜化豆腐 所以它才是很嫩 沒錯 那搭配我們的蒜蓉醬這個部分 而且它的皮很薄喔 注意喔 我覺得皮很薄是一個重點 因為很常我們出去吃炸的啊 然後它東西都比較厚 外面比較厚 嗯 你們想要吃這種薄薄的皮 又筋筋的 漂亮 酥酥軟軟的黃金豆腐 一定要來到 原期滅衣 而且我想要問一下我們剛剛那個醬啊 喔對 這是因為我們採用我們洋蔥啊 蒜頭啊 下去調製而成的 喔所以這醬也是自己調製的 對 沒錯 這都是我們市民選擇的 對 因為我覺得搭上這個七味粉 再搭上這個醬 那可以的話再加點這個洋蔥 對 就是我們的紫洋蔥 都是一樣的 對 所以來這裡不只有拉麵好吃 還有炸物對不對 對 你看這個蒜燒雞腿 天啊 你這個是怎麼做的喔 這個的話是我們師傅自己用那個 去骨的雞腿肉 去骨雞腿肉 對 去骨雞腿肉 很方便耶 你家女生就不需要在肉片裡 對 它不會吃到骨頭的部分 對 我覺得外面啊 醬汁是比較不一樣的 對 它有那個孜然粉的味道 喔 孜然粉 對 雞皮啊 那雞皮好香喔 對啊 而且你知道 我覺得它整個上面啊 還有掃上那個芝麻 白芝麻 所以我們整個吃起來啊 還是會有一些不同的甜味在 嗯 主要是啊 我覺得我有發現了 每一個炸的好像都有配上這個 對 這個是我們醋拌洋蔥 可以解膩用的 趕快來搭配一下 這解膩其實還是可以喝剛剛這個水果素 也是可以啊 真的很聰明 嗯 它只是老闆啊 是 我在撈這個椰果喔 就像想說這樣撈到撈到 你要撈到什麼時候 而且 你的洋蔥 好特別 你剛剛有沒有發現它不刺 就是甜甜的 還沒吃到嗎 吃吃看 就是它 對它不會嗆辣 為什麼啊 因為我們是泡在醋裡面 喔 也是泡到醋裡面 對 所以它的嗆辣味會被醋就是蓋過去 對 但是又不會失去洋蔥原本的甜味 你會不會看我們一直吃 然後你都沒得吃這樣 還好 平常其實就常常在試這些東西 那我們就 對你們就吃吧 吃給你看囉 對沒錯 那我們就也不餵你囉 OK 是說 在我旁邊還有這個炸豬排 好想吃它喔 我先趕快動 然後我先來吃吃看這個高麗菜 那我沾了這個醬 對啊 我沾了這個醬 那高麗菜這個醬是怎麼醬 高麗菜的話它就有那個胡麻醬 嗯 味噌豬排醬欸 我覺得它加的味噌這個味道 會不會讓這個醬變得更濃郁欸 會不會讓這個醬變得更濃郁欸 會像是一般的醬的豬排醬 吃先吃先來 重點是 你有沒有發現嗎 好脆喔 對啊 可是 它的那個 它炸的地方有什麼特別的方式嗎 我喜歡這個 好這其實就是我一般的麵粉 對 它脆的部分的話 就是因為我們也是用黑毛豬的部分 那手工現拍先倒的部分 對 它可以搭配胡椒一菜式 會比較潔滴一點 這是現拍的欸 對 那個 上面的胡椒呢 胡椒的話 就是最後我們會再上上胡椒提味道 因為整個吃起來啊 不僅有胡椒的鹹度 還有我們這個醬啊 搭起來超棒的 然後整個再加很高麗菜一口吃有沒有 我覺得我們今天已經值回票價欸 哈哈 吃超多的 因為吃了拉麵啊 然後又有豆腐 然後又有剛剛的那個雞 對不對 對 好 炒雞 然後還有我們的豬排 什麼都吃得到 如果你想要什麼都吃得到 我們一定要回來這裡吃啊 還有飲料喔 對 還有我們的這條 哇 SKB今天來吃到這麼多 算是值回票價了吧 值回票價就吃超飽的 那我們最後一起來看個飛吧 好耶 打贏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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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